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那我們現在這一集我們只是要來推個 推個轉折的進化而已 GOGO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轉折變化的過程而已 然後大師玩這款遊戲到現在還沒有刻過金啊 都是解每日成就啊解任務 1.1滴存下來的 那大師玩立昂第一次的話是轉折這個 那個突擊騎士 那突擊騎士到後面有一個 呃這個 騎士精神 那騎士精神其實這個還蠻好用的 他其實有皇家騎士也可以轉 那如果你有魔金石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那魔金石在我們這種飛克金的皇家身上 我們還是要想清楚要練什麼角色之後再去轉 就是精通其他職業 啊這個弗雷亞有這個套裝大家記得去打啊 這個夏日泳技的套裝啊 這個要3萬分吧 那有裝這是永久的免費啊 而且弗雷亞這個角色也蠻坦的 那身材也不錯啊 只是可以去趕快去解解在蛇月上好啊 蛇月上好啊 蛇月上好 好我們來進化成皇家衛士 那因為弗雷亞有被動技能 圖刺跟刀刺 那這個其實在保護我們隊友的時候 可以發動這個兩個特殊效果啊 可以瞬間打敵人2000多機血啊 OK OK 不要對我這麼溫柔 蛤蛤 這講話也太A了吧 好OK 然後我們還有我們的馬修也可以轉直了 馬修我們轉成英雄囉 那轉成英雄之後就可以用超絕能力了 那超絕就是一進場就可以先喊了啦 那超絕 超絕有 是全場的隊友都有這個效果 但是要是那個 同一個系列的角色才會一起得到這些光之傳承的效果 那這個效果 光之傳承的效果呢 我們可以去他的 呃這裡 最後光之 主角光環啊 有這些人可以得到這些效果 就我們 有亮起來就是我們擁有的角色有這兩隻而已 OK 欸光輝有算嗎 光輝好像 不算 對不算 要是這個 主角光環 因為他那個剛好是有開玩笑喔 光之傳承 嗯 OK 那這個 好我們這個大會再改 啊 好像就這樣而已齁 他可以轉了嗎 呃 只有兩隻 好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子啊 啊 對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 秘境的 現實活動 啊 其實這兩個 魔法鬼姬跟鐵壁公主 這兩個 是之前的現實活動 啊 不對不對 講錯了 魔法鬼姬是 這是新增的 那鐵壁公主 在十一二三十號 就結束囉 那大家要解鋼去打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還是有點難打啊 然後 泳裝的下熱鏡 這個其實你就是多花點時間 去打 結果解到這些基本獎勵 像大使三萬八千分 那 打到最高就是有 喔 有SR 那趕快打 還有時間 好啦 這就是這樣子的啊 那沒有課金 其實沒關係 玩開心一點就好了 好啦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來到頻道 左下方的圖片 按一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打開來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最新的通 最新的影片的通知 謝謝大家這集收看 掰掰